好 所以事實上 剛講到 今天 我聽聽提醒我才知道 今天剛講的旅遊股 航運股 觀光股 全面大漲 而且這個大漲不是今天漲 這個大漲已經漲了一個多禮拜 兩個多禮拜了 好像他們已經得到那個訊息 有一筆資金 現在已經巧人的進到了股市 而這個中間的關鍵點 當然是柯文哲 柯文哲所以在退讓 讓整個台灣的選情 台灣的戰況 做了180度的大轉變 而這個180度的大轉變 又牽涉到了美國 因為拜登 拜登怎麼會莫名其妙 無緣無故的跟中國講說 你不要介入台灣的選舉 而當你說說 你不要介入台灣選舉的時候 習近平馬上講說 我2027年 2035年 我沒有要動武啊 抱歉 從今天開始來說的話 這個我們總統大選的 中美介入戰 可以說是正式的開打 我為什麼說是中美 你說台灣的選局 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局面 而這個新的局面 不是只有台灣 中國跟美國都介入了 為什麼我們從幾個跡象來看 今天當然啦 因為藍白河之後呢 藍白河的概念股全部都大漲 飯店觀光啦 或國內的類需股全部都大漲 可是問題是這個資金 不是只有今天才開始漲 這個資金來說 11月初就已經開始在這邊進駐 似乎是他們有意的 要配合整個 營造藍白河的氣勢裡面 讓股市上漲 當然營造這個第一炮的這個感覺 好 再來就是什麼呢 再來就是昨天這個藍白河的時間點 有點令人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因為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原本的柯文哲進去的時候 是不想要這個藍白河的 出來之間就突然藍白河 那藍白河他還講說 超過60%的民意希望政黨輪替 所以我們要呼應民意 不會想到個人的問題 那你之前在堅持什麼 對 問題是他之前都在想個人的問題啊 為什麼突然之間 而且你看他是相當的心不甘情不願 在整個握手的時候 是馬英九把他拉過來 而且馬英九還偷偷跟他說 你也沒想到會這一天吧 你沒有想到有今天 然後他拉過來之後 你看他一個 而且另外一隻手還放在旁邊 我跟他講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今天我跟你結婚了 但是我不想跟你 不想跟你有多過接觸 我寧可把一手放在後面 抵抗的意思 所以表示他其實心裡面 從他的肢體動作是 他根本不想做這件事情 他連今天都哽咽了 對 所以告訴為什麼 在這中間到底發生什麼事 一定要事情讓這個時候 一定要成真 因為時間點就在昨天的中午的12點 因為再過約莫是大概十幾個小時之後 拜習會就要登場 那拜登登場的時候 是不是習近平要搞定什麼事 所以為什麼習近平在拜習會的過程裡面 他早就知道拜登會說 你有沒有介入台灣這件事情 拜登果然就問他 欸 希望你不要介入台灣的這個選舉 結果他沒有針對這件事的說法 他反而就說 有美國報導說 中國可能在2027年或2030年 我們動武 我們並沒有相關的計畫 沒有人跟我討論過這件事 中國並沒有準備要大舉入侵台灣的計畫 他主動講的 對 所以他 沒有人問他 他主動講的 對 所以這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就是說 我台灣已經在我的搞定了 我已經搞定藍白河之後 就沒有什麼 他認定藍白河可能會贏 藍白河會贏 他說就沒有動武的必要 所以他就說沒有 而且他主要說的是 沒有人跟我討論 所以言價之語來說 當然是對美國放出一個 一個比較讓美國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喘息的那個狀況 就是我沒有要準備攻擊台灣的意思 而且是說 你特別點出了 習近平的肢體語言 習近平的表情 因為在這邊 我們看到很多媒體報導的時候 是 好像拜登在改喊阿浩樓的 是 拜登講我寸步不讓 拜登講我說你是個獨裁者 欸 照的時候 這個時候習近平應該很難看到 習近平應該很不爽啊 而且習近平應該很強硬啊 沒有 你說 你注意到了 習近平這一次到了美國 到了這個舊金山 他表情非常輕鬆 態度非常的自然 而且你剛剛講的 他臉部的肌肉是放鬆的 對 好像有一個大石頭落下了